好吧 打个招呼 嗨 直播间的 直播间 哥哥姐姐吧 对 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东西还是有点大了 对 看到了吗 你们觉得漂亮漂亮 说好吗 漂亮的咱们打个漂亮 好吗 不漂亮的咱们就不打吗 漂亮吗 对 她昨天到了马边 漂亮 美吗 我看是吧 漂亮 你看那个手机上面是不是全部在打字 对啊 是不是漂亮 都说你漂亮 谢谢哥哥姐姐的夸奖 哈哈哈哈 没有精致漂亮 哎呀我 我说了直播间的 叔叔阿姨们 咱们那个 对吧 咱们 我说了你们 我说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咱们不要攻击人啊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长得秀气啊 漂亮文雅呀 美宁阿姨 你说咱们小猪女长得漂亮是吧 没有精致漂亮 你要花心呢 我花什么心呀 我不花心啊 人家人家小猪女已经是 结婚有小孩了的啊 好 漂亮啊 对 来这边 是不是习惯 还习惯 还习惯 对 因为以前也经常出差 啊 都去过 对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我 我 你知道我叫你下来是有什么事你知道吗 估计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还可以了吧 嗯 还行吧 就 应该也不是特别难 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复杂 直播见到叔叔阿姨们 你们知道我叫小猪女过来 是干什么吗 我们小猪女她姓钟 叫钟容 容成的容 对 然后我呢 我平常我叫她就叫容妹 但是她年纪比我大 她今年今年多少 女孩子的命 我已经三十几了 三十三十二了 对 我九一年的 九一年的啊 看起来没多大呀 我小孩都已经五岁了 小孩五岁了 对啊 你的那个小丫头长得特别特别怪 要不你赶紧 那直播见到叔叔阿姨们 我感觉我们我们的小助理没说实话 对吧 你们猜一下 你们看她的外表 你们觉得她多大了 你们从她外表来看 你们觉得她多大了 把你们猜的年纪 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二十六啊 你说我吗 十八二十八三十二十六二十八 那个说十八的那个哥哥还是阿姨 您那个厉害 会说话 三十五岁是吧 看她的外表 看起来像 像那个 来 你看过来 对 看过来 像是 没有 因为 因为 叔叔 他都没有 就是说 也没有直播过 可能对着他 他可能感觉 是有点不习惯 对啊 小夫是做什么的 小夫是做酒的 对 那个 露脸吧 不露脸走了 没关系 你不看 你就走吧 没关系的 我说过 那个 金字也给叔叔阿姨们讲过 小夫为什么不露脸 而且前面我也露过 然后 可能叔叔阿姨们正好也不在 没看见 对吧 对不对 那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 咱们三年个事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 咱们打个好 小猪你32岁了 今年32岁啊 对 今年32岁 已经满了 满了是吧 那你生日的时候 为什么没讲 我在 我在哪 在外地出差 也没再成功 我们一起三年个事好不好 说阿姨们 好的 咱们打个好 好呀 看不出来是吧 那个 要不一会儿金字来了 咱们和他开个玩笑 行不行 看一下金字是 什么状态 好不好 说阿姨们 说阿姨们 小布聪明可爱 可不可以跟金字开个玩笑 我们看一下他 因为你们都知道金字 对吧 要不要试一下 要的咱们扣个1 我和他开个玩笑 我就说咱们小助理 小助理是成都的 然后看他会想成什么样 好不好 可以吗 其实肯定要吃醋 我们是 我们就是和他开开玩笑 不要吗 就是我们看一下他 是怎么来应对这些事 因为以后他跟我去成都了 我就是说我们公司 也很多女孩子 也有很多朋友是女孩子 他可能会要去习惯这个东西 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的咱们打个对 对吧 可以试一下对吧 因为本来我认识朋友就特别多 掌握这肯定 就是肯定要掌握分寸 肯定会给他们讲的 我先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讲 就是我们因为一定要让金芝 他去适应这个不一样的生活 对不对 不一样的东西 让他提前适应一下 好不好 因为不然如果说我 我那什么 我那么多朋友 对吧 人家一会儿来一个 比如说我的姐姐 或者什么来找我喝茶 这么一做 然后他就吃醋的话 那样的话可能会不好 你觉得呢 你们觉得要不要试一下 要的咱们打一个要 好不好 等一下 荣妹 因为我跟大家介绍 我的小助理叫钟荣 我平常叫他叫荣妹 他就是我叫他叫荣姐 他觉得我把他喊的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说他叫我叫他叫荣妹 是吧 不要啊 要嘛 我们试一下嘛 就是让他适应这个东西 我要让他就是说 信任我 对不对 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相信我 你们信不相信小富 相信小富的咱们打一个相信好吗 哎 今次打电话 今次打电话来了 我接他电话 喂 喂 富哥 你在哪 我到了呀 但是我没找到你呀 你到了吗 对呀 就是我那天喝茶的地方 对呀 你进来呀 这门口 那是这个门锁着的 没锁呀 它锁着的呀 等一下我出来 我一看 我看到里面没人呀 金子 你在哪里呀 我没看到你呀 可是我到了呀 你去哪 你走哪去了 你不是说你那个就是喝茶的那个地方吗 我在山庄里边呀 你在山庄呀 那你你是到哪儿了 到酒店去了是吧 对呀 我在就是那天晚上我来找你的这个地方 我在山庄里边 那你你能找到路不 看一下我自己骑了电瓶车 去到那里应该也还要一二十分钟吧 应该差不多 那你 好 我以为你是在酒店里面 没有 我在那个 我在山庄里边 我说喝茶的地方 我这个我的错 我的错 我忘了 对你说喝茶的地方 我以为是在酒店 那你要多等我一会儿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一个人吗 我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 啊 你来嘛 来了你就知道了 好吧 嗯 好 你先 你先来嘛 嗯 好 你骑着车是吧 我开车来接你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等一下我自己过来 你过来是吧 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过了 你吃了吗 我吃了呀 嗯 那行 我现在我看一下吧 你要不我来接你吧 好不好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吗 不用 嗯 因为小天他回成都去了 他家里边有事 然后他就先回 嗯 嗯 先 好 好 那就这样 嗯好 拜拜 嗯 他说他那个 他骑了那个车 骑了车 他去酒店哪去了 他去酒店去了 因为酒店那我哥那儿 他也还有一个茶室 那个我的驾驶员他那个回成都了 这边有点事儿 然后就回去办事儿去了 他说不用去接他 他骑了电瓶车 那我就不去接他吧 这儿过来很快的 十多分钟 不用试 你不花心就好 不是 你如果 我 我不花心 但是 我觉得 成都那么多朋友 我也会带他认识 但如果说我带他 就是有个人和我一起喝茶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吃醋的话 那样可能 可能对于我和他的感情会 可能会造成困扰 你们觉得小福说的对不对 叔阿姨们 因为我的朋友的确比较多 男的女的 长辈 叔叔阿姨 这些都 我有很多朋友 你知道吗 而且本来公司里边 女孩子又特别多 就是让我肯定 肯定是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金字他不自信 你知道吗 你看金字长那么漂亮的 对不对 我来掌握一个度 你们 如果说我 我那什么 你们到时候提醒我 就要把控那个度 好不好 对 金字要 要金字适应我的工作环境 对的 这个是 必然的 我觉得 那样的话 可能大家一起 可能会轻松一点 那样 你们觉得那叔阿姨们 因为 我也 我觉得 就是说 还是让他 因为 虽然说金字是大三里边的 那个 姑娘 她呢 就是不自信 你知道吗 主要就是这一点 那个 荣妹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金字呀 我见过呀 你见过她是吧 嗯 她 你们开直播的时候 我见过 嗯 你是帮我叫下来 帮我 叫我帮她 建立自信心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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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意思 是这么回事 因为金字 他要准备做腊肉 你知道吗 他需要 去弄那些手续 什么的 这个我也不懂弄 因为这个是你比较擅长的 是吧 嗯 然后我说到时候你来 嗯 协助她去做这个事 嗯 她是现在开始 才开始做吗 对 就是才开始做 办理资质是吧 对 就是比如营业执照呀 什么 食品 经营许可证呀 这些东西 这些证件的话 现在办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因为如果是在成都的话 我们把你这些证件 前前后后可能至少需要 一个月的时间 这边的话 一两一两天的时间 我先了解一下正面的情况 你到时候你那什么 你先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 到时候你需要 什么关系啊 这些你给我讲 我来我来沟通吧 好吧 其实我不弄 不会弄那些纸质的那些东西 我也不懂 我先了解一下这边情况 然后我 对 反正你到时候 以后我也最短的时间 你可能要长期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长期是多长 可能也 个把月吧 应该也要待吧 那还可以 我还以为一年半载 也不会 就是说你到时候那什么 你把成都的那些工作 就是协调一下 到时候叫那个 就是说叫婉总啊 他们去弄嘛 好吧 可以说我这边对击一下 对 还有小倩啊 他们你可以到时候叫他们去弄 好吧 你越是这样干 他越没完成感 其实不是啊 就是 嗯 我要 一个人啊 一定要进步 我去弄 你 我去弄 你 没什么 我去弄 你 我去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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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